大家好, 我是阿Kick 11月3日沙田馬場 沙沙虎女銀袋日 場內貴禮的活動多羅羅 就好像有紳士淑女時裝表演 美人美帽大激鬥等等 場內有美的一面 緊張刺激的一面也不能少 沙沙虎女銀袋賽 就是當日的重頭戲 想備戰深水殘尺 就出動Race Simulator幫忙吧 第十場, 千八米三級賽 沙沙虎女銀袋 三號馬大摩馬磅的同價世界 今季初出, 憑新鮮感 贏出了田草千四米廣東洋賽杯 看看敗將, 尤禎大師和年尼多 其後再跑也繼續有好表演 他這次出戰 曾經贏過的田草千八米賽事 能力和狀態評級 從全象來說, 屬機會分子 不知道Race Simulator 又如何看他的增盛機會呢? 馬上看看預演 這場的時候, 將男應聲彈出 外擋軒動美麗也在騎著 四季在前面也是快的 然後德勝和各世界都擺在前面 接著就踏在內蕩那邊 有安賞、紅山茶、金秋 卡達性比較厚一點 然後就是外擋的最必勝 在美幾匹馬暫時 連累多德藍和聖哥兒 開始轉行氣彎了 步速很慢 上男在前面領先三個馬位 這麼慢步速豈不是很好 接著有四季軒動美麗 跟各世界發現不對勁了 走出去外擋上了一點 在內蕩還有德勝 在後一搭的馬才看到有安賞、紅山茶 然後就是連利多、金秋和聖哥兒 進來最後直路 前面帶頭還是張藍 越放越順帶來三、四個馬位 四季跟來這裡也有點氣咳 一直都要騎 反而外擋上來就跟世界 得勝、其內都不是太多 後面上來的馬還有連利多 去到200米的時候 前面張藍都放順了 你也挺難追回它 跟世界打來打都追不近 後面上來的馬得值連利多 不過像樣一點,四季就是捱的 過終點的時候 張藍營條街回來跑第一名 第二名是同過世界 第三名是安賞 連利多,追來追去都是跑第四 接著大家一看我的分析吧 跟剛才Race Simulator的 有一點點不同 三號碼同過世界 前季底港 在未完全適應環境下 仍然可以在香港的打比大賽 跟皇太后紀念盃 分別跑入第二和第三名 證明他跑中長途 具有吸制賽的實力 這次爭情二戰 能力的平急應該可以被大幅調高 狀態方面 同過世界 上場在路程已經延短的 填數1,600米賽事回了氣之後 初年依然積極高 矛頭直至今場的賽事 他的狀態應該會越跑越好 另外,同過世界 歷來在香港贏出的三場頭馬 都是採取跟手前四名位置的跑法 加上今場沒有明顯快放馬 步速有可能偏慢 他應該會採取跟前一點的跑法 馬上再看看吧 這部的時候, 應聲彈出是橡男 外檔軒動比例也很快 快騎起來了 然後同過世界四季就在一起 然後還有德勝在內檔的位置 後一搭的馬才有安賞、紅山茶 金秋, 內蘭還有卡達勝 然後外檔的馬比較厚 尾四嫂女是最必勝 尾三是年利多 在美那雙雜是德藍和姓戈兒 開始進行氣彎 步速很慢 前面的呆頭還是橡男 四季仍然守著第二 軒動比例拍到第三 同過世界的聲音都湧上來 這裡也不想讓橡男走那麼遠 然後還有德勝 後一搭的馬還有安賞、紅山茶 然後就是金秋、聖哥兒 連利多都開始上 進來之後直路 前面的呆頭還是橡男 同過世界有你無你, 會上來 不讓他走那麼遠 三排就迫上來 後面四季的軒動比例 跟到這裡也不多 然後後面那堆上來的馬還有年利多 衝刺比較像樣和安賞 去到200米的時候 前面還是橡男領先一點 但同過世界拍到上來 兩張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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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後面四季就熬了 前面同過世界押過橡男 直奔中了 後面上來欠第三是年利多 過了終點, 第一名同過世界 第名橡男 第三名是年利多, 第四名是四季 想調教個人數據 為深水場次預測賽果 一月登入以下的網址 或者透過這個QR Code 免費下載Rate Simulator 再次卡拉